谁不想沿着幸福走 谁不想一路牵着袖 谁不想猛烈将冲 拥抱没有裂缝 今天这个场合真的太特别了 因为我出道十几年 第一次办听歌关键 聊未来的宣布送结局 第六章专辑 它的名字叫做《王》 现在编辑的是我们生命里面 最重要的那些事情 可能就会成为这个人的王 我希望我的音乐 可以在不同的Generation里面产生效果 或许有一天我可以跟 很喜欢看跳舞的群众的沟通 也许我到时候会跳舞 我就加入跳舞这个元素 展现我的作品 如果很快你看到大量的出现 短影音也不要觉得意外 在听歌会的时候啊 有数度数度非常想哭的感觉 从当初那个迷幻戏男孩到现在 他给大家更坦然的看到 以及听到他更多更不同的面向 这张专辑里面我觉得起承转合 他的每一个部分都有非常鲜明的印象 佑嘉愿意摊开他的过往的一些经历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难能可贵的一件事 这张专辑里面的所有的编曲都是非常真实的 我心目中最真实的乐器 是独一无二零佑嘉的声音 接下来我们让这个灯光下红歌直线发挥 想要创与动的人 比如说像我 我就会拿点齿的 光从这个沉浸之的演唱会里面 听觉把声音跟文字听到耳朵里面去 在脑海中自己产生画面这件事情 就好像我在看小说一样 佑嘉的王这张专辑真的很适合你戴着耳机 然后好好的跟这张专辑独处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 感觉到自己也存在这个世界的意义 然后不会被那些杂讯干扰 这张专辑做了那么久 我看歌迷说七年多都快八年了 但是我觉得我能够为歌迷带来最好的一个礼物 就是我不停地磨练我的歌唱 磨练我做音乐的能力 并且投入我觉得在我人生当中 对我有许多正面影响的想法 希望这会是一份很棒的礼物 我也会继续努力 去做出更棒的音乐 还有更多的可能性 什么是生命当中的王 对来说爱是王 我这家的最好的方案 我 我的心是 有什么是 我 我的心是 感谢观看